大佛普拉斯的《各位不大家》是一部独特的台湾电影 由导演黄信尧指导月2017年上映 这部电影黑色幽默和讽刺的手法 讲述了两位好友阿妹和阿贵在小镇上的生活和冒险 阿妹是一名女司机,每天在镇上载客 阿贵则是一名卫生局的清洁工 负责清理街上的垃圾 他们都是无聊的工作和单调的生活所困扰 因此阿贵开始帮助他的老板 一名住在镇上的大佛雕像的看守 偷偷地观看住宅的监视器 阿贵开始让阿妹一起看 他们两人看到的画面逐渐揭示了 大佛看守家庭的复杂关系 也揭示了镇上许多黑暗的秘密 大佛普拉斯的特色在于其独特的拍摄风格和编辑技巧 电影带浪运用手机拍摄的素材 并结合了电脑深层的图像 创造出独特的视觉效果 故事中还插入了一些幽默而讽刺的动画 让观众更好地理解主角的思维和情感 电影探讨了现代台湾社会的许多问题 包括贫富差距、权力和腐败以及人与科技的关系 大佛普拉斯获得了许多国内外的奖项 包括2018年金马奖最佳剧情片 最佳导演、最佳男配角、最佳原创剧本等五个奖项 以及2018年亚洲电影奖最佳编剧奖 总的来说 大佛普拉斯是一部独特而富有深度的电影 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刻的内涵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他探讨了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 同时也为台湾电影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感谢观看